小千車評測 大家好 歡迎收看好久沒有關係的小千車評測 我是千娘 這系列回來啦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我身後這輛 X80 帥 真是太帥了 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台車的感想 我馬上就決定要買下它 代替T20 成為我超跑的新的愛用車 那它在傳奇車業上面呢 售價高達270萬 這時候正好再特價 等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 應該特價也沒了啦 原型車是法拉利的概念車F80 擁有誇張的外型跟動力 是以可以上路的F1為概念設計的 但其實F80並非法拉利官方的作品 而是一名叫做Andreano Rally的設計師車迷所畫 我寄信聯絡作者 希望他能夠允許我使用F80的圖片時 他告訴我 這台車是他在2014年畢業專題中設計的 很可惜法拉利官方請作者拿掉了原本的法拉利廠灰 所以他的實車會量產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我把作者的官網放在下方的說明欄中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做完他心目中的下一代馬王 他給F80安上了900匹馬力VA雙渦輪引擎 加上動能回收系統 提供了300匹 綜合馬力高達1200匹馬力 0-60英里 也就是0-100公里 加速只需要2.2秒 極速高達500公里 究竟GTA中這台概念車的性能會如何 讓我非常期待 那我們就先從他的各個外觀細節看起吧 首先是車頭 這X80的車頭造型非常的尖銳 可以看到主色的部分 從駕駛桌弧形向前延伸 到前端縮到差不多一個人的寬度 再極速縮減 中間的部分採用碳纖維材質 旁邊追上一條藍色的裝飾線 最前頭貼上這台車獨有的古羅蒂標誌 這標誌最大的特色就是 晚上開燈時它會發出藍光 再往下看短暫的膚色之後 又馬上換回主色 打造出X80的嘴巴 從正面看上去似乎是往內凹陷的空洞 但如果來到側面 就會發現那塊其實是實心的 潛入旁邊誇張的空力外殼 並在靠上方處合在一起 跟F1的鼻子有幾分神似 銳利的線條一路往前輪上方延伸 再切個銳腳直打底部連回中央 在前面開出了兩個大洞 方便氣流通過 可以幫助前輪煞車冷卻 裡面安裝碳纖空力套件 最下面還加裝了選配的碳纖定封椅 車燈非常的內凹 形狀貼合銳角 採用LED燈一顆一顆沿著上方排列 過回來的部分很可能是方向燈 不過這個位置應該很難被看到 還好洛勝都對這方面不是很要求 來到車側 空氣通過前輪沿著流線型的車身 一路進到後方 分成冷卻引擎 冷卻後輪煞車系統 跟通往唯一三條路線 而那條藍線點綴 就像是告訴車主 它的空氣流向 非常漂亮 X80採用了O1型的車門 睡氣也方便進出 輪圈的木法模 選配了獵魚模太仙型輪圈 雖然我更喜歡原廠的輪圈 但是因為原廠的輪圈是側灰 沒有辦法換張性能比較好的輪胎 所以我只好忍痛把它換掉 從車尾看去可以發現 X80的本體是很細的 就那麼剛剛好可以坐下兩個人而已 到引擎室更是向內說 整台車感覺是加上 輪子跟空力套件的雙頭追子 打開小小一塊引擎蓋 幾乎佔據所有開口空間的引擎 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 其他機構估計是在駕駛座道、引擎 還有引擎下方的空間了 看起來似乎維修不易 不過那是改車王祭司的事情 我們身為CEO就別管那麼多了 在額外加上尾翼之前 X80本身就有尾翼的 而且還是主動式尾翼 會根據駕駛需求調整下壓力 不過這台上我還是選配了賽車型的尾翼 比較有效可靠 使用雙邊雙處的排氣管 不過說真的它的聲音不怎麼樣 尤其是在開的時候的回火聲 我們發動聽一下 中央方裝有外型控制的擴散器 還有方便拖車的鉤子 來到車內 X80使用Push Start按鈕 沒有排檔桿、沒有鎖車 而是換成周圍這幾個按鈕 上面沒有標明各是什麼功能 因為把車主手冊弄丟了 所以不知道哪個是哪個了 不過這輛車很聰明 所以那些都是小事啦 車內用上了大量的碳纖維材料 以及可以選色的皮革 跟車體一樣做得方方正正 折角都非常銳利 轉折與跟碳纖結合的部分 用上了黃色縫線 這線的顏色會根據複色調決定 前方三幅式方向盤 皮革包覆也使用了黃色的車縫線 座樣相上的跟車頭一樣 但不會發光的古羅地標誌 方向盤上沒有任何按鈕 也沒有看到雨刷、車燈的撥桿 構造非常單純的方向盤 往前看去 菱形外框的雙人式儀標板 左邊顯示速度 右邊顯示轉速 左邊小的顯示油溫 右邊的顯示油量 看起來簡潔有力 戰鬥感十足 往右看去 探線的中共台上方 四個小圓表 由左至右分別是 油壓、水溫、油溫、電力 值得一提的是 X80的溫壓表 都是真的會動的 不像有些車款 一點反應都沒有 往下結合音響主機的大螢幕 提供了許多先進 但GTI裡用不到的功能 像是定期插波交通狀況 AUX IN 可以提升聲音品質的Turner 免遲聽筒 Trip功能也整合在這 還有導航地圖 主機下方 一排的撥桿 很像戰鬥機的風格 這些撥桿 應該可以用來操控車內的各種功能 但就像前面講到的啟動按鈕旁邊一樣 都沒有寫上功能是什麼 中路台下方隱藏著一個置物空間 可以放一些隨身物品 駕駛與副駕駛座都標配了桶型賽車椅 但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寬了 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包覆性 X80內裝在GTI車中算精緻的 要是方向盤功能鍵再完善就更棒了 接下來我們去改裝廠看看有什麼改裝項目吧 護具下車不用講 一定是最高級 保險桿除了碳纖 還能選主色跟複色定封液 引擎最高級 排氣管原本是雙邊單出 被我改成雙邊雙出 喇叭、車燈、防盜、車牌 大家都一樣跳過 X80的噴機選擇特別多 除了普遍的主複色 還能選裝潢跟點綴顏色 我主色採用霧面黑 複色採用經典賽車黃 裝潢用寶鑽藍 點綴用極致藍 也就是那個藍線的部分 側裙的部分跟定封液一樣 有主色、複色、探鮮三種 我這邊選用複色 原廠尾翼是主動式尾翼 有GTE強化GTE賽車可選 下壓力越下面的越強 X80是當時少數可以調整懸吊的超跑 雖然它已經很低了 我還是把它降到最低 讓它能天地飛行 變速箱最高 並加上渦輪 輪框使用高檔車 各合金電力磨碳先行 輪胎使用 Otonic客製化輪胎 超窗不便 以超跑來說 超80的改裝項目 算挺多的 挺完整的 不過後來出來的超跑很多 我並沒有跟上 所以不知道其他超跑 是不是還有更多的選擇 接下來就是試跑啦 首先是直線加速 前幾次使用的版本 因為GTA系統Bug 測量距離居然變成了兩倍 導致之前計算出來了車速的貨款 現在要重新修正 並且改用400公尺當作第一個點 之前五台車的速度也更新了 大家可以在下方說明欄 點進表格查看 400公尺 11.1秒 1公里 22.58秒 區段速度148.81 1-2公里 18.62秒 區段速度193.35 最後500公尺 9.2秒 極速195.31 總時間50.408 下車測試 加速到極速到2公里處 開始下車 然後回頭看車尾在哪個位置 如何呢 2.5格 跟小丑一樣呢 再來是濕地 看會增長多少 規則都是一樣的 濕地來到了3.75格 增長不少啊 賽道測試 賽道測試是我使用這台車 在我自製的城市三島運 也三條三道上 用晴天跟雨天兩種天氣的情況下 盡可能跑出最快的單圈 這個測試 建立在我的駕駛基礎上 沒有辦法保證 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可以參考參考 甘地城市 X80 概念款採用中置引擎四輪驅動的配置 工廠賽車用的懸吊 誇張的空地外型設計 輕量化的車體 讓X80在高速行駛平面道路的時候能夠穩穩的貼在地上 車輛特性偏向轉向不足 帶下入彎的需求小 容易超過前輪的負荷 有則適合在入彎初期下車 還沒到彎中心就開始補油 藉由補油提升轉彎能力的特性 車尾整體來說還算安定 油門容錯率高 但過分精進的踩油門 一旦失控就非常難救 這部分的特性讓我想到GT3級的工廠賽車 我X80的性能完全不到那個程度 然後在城市中路面並不是全平的 高地起伏的路面 路旁的人行道 路中間的風格島 都會對X80造成不小的影響 很容易壓到邊就失控 一個彈跳就失控 加上這個賽道 有一段飛越區對X80來說很不適應 容易飛歪 區段結束的右轉 也需要找很多剎車 除此之外的許多彎都伴隨著高地起伏 為了避開失控區域 讓X80面臨早剎車完全油的窘境 單圈僅僅僅來到1分20.012 比這個場地最快的跑車晚跟復古改裝款 快了1.603秒 X80是第一台測試的超跑 還不知道這樣的實力算好還算差 但是跟跑車差距比未踩箱都少了不少 失地程式 對X80來說 失地的能力下降是非常平均的 比乾地早一點下車 油門比乾地實在溫柔些 不需要太多重新適應 就能在失地上加入X80 當然在摩擦力更低的失地上 X80原本就很困難的帶上路完幾乎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下車幾乎都是在直線上完成的 油門也因為地滑要在延後 滑行時間又更進一步的增加 表現自然是不會太好 時間只來到了1分23秒.216 比跑車 城市失地目前的冠軍RH8 只快了0.735秒 整體來說 在城市的X80並不是非常好開 或許在完全平坦的路面上 X80可以有更好的優勢 或許 甘地山道 山路這種連續彎的賽道 X80強大的懸吊順利發揮作用 提供良好的支撐性 下坡這段不用像之前介紹過的跑車 一下下車一下加油 連油門都不用完全鬆開 X80就能夠順順利利地衝下去 路面坑洞比市區少 高速連續彎除外的其他彎 過法跟市區一樣 完成大部分的減速後入彎 再早一點開油讓車尾轉過去 再開的時候 覺得這下應該可以輕鬆贏過RH8了吧 畢竟RH8山道之前有介紹過 並不是這麼好駕馭 沒想到喔 出來的時間 1分26.286秒 只比RH8快了0.1秒 勉強守住超跑的尊嚴 究竟是RH8太強 還是X80只是台裝飾品 我覺得需要在都市幾台超跑之後才說得準 十幾山島 下了雨一切都變了 前面說過喔 X80油門好控制 但一旦超過極限瞬間就會變很難 雨天的山道就對X80來說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像晴天亮猛踩油門過連續完 X80很快就會開始打滑 左右搖擺 最後失控重出賽道 雨天的山道 X80油門必須要控制得非常小心 出彎慢慢加油 直到直線才能夠全油 入彎推頭轉向不足的問題也更明顯 實力下車表現偏弱 整個變成很尷尬的 入彎轉不進去 出彎快不起來 彎道速度非常慢 雖然加速能力比RH8好上不少 依舊沒有辦法跟上RH8的速度 而且連晚哥父母改裝都贏不了 時間落在1分32.125 X80終究還是輸給跑車了 ・・・ 甘笛日焰 這次開始換掉原本那條測試賽套了 因為原本那條太難跑 要花很多時間熟悉 比較不能反映出車子的性能 所以我重新做了一條比較容易學的 前面的舞台我有時間再慢慢補完他們的成績 換上越野台調高懸吊 X80在越野路還是只有靠加油才能轉彎 路市要開得非常非常滿 而且車身又胖又長 當路顯得特別的小 低底盤讓它容易彈起 為了維持控制 有些地方都沒有辦法好好加速 下坡有隔關道 還不能切太裡面 不然巨大的唯一可能會卡到樹 這樣唯一是我自己裝的 或許應該要拿掉 但我認為就算拿掉 也無法拯救不適合越野路的X80 不過其實也還好啦 超跑拿來跑這個 一定是有困難的吧 時間兩分零七點七九六 還沒有其他數據可以比較 就是這裡 看我敲速 最後一個實地越野 靠有門轉彎的X80 在實地越野上 必須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踩太少轉不過 踩太多就轉圈圈 就是剛歷史的狀況在加重 跟前面的城市三道一樣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X80的特性就是這樣了 讓我因此找到X80一個優點 就是不管跑哪裡 不管跑什麼天氣 它的特性都不會改變 就是一樣的來改 雖然這個特性不怎麼樣 但如果習慣了 可以輕輕鬆鬆開的X80到處去 不會因為路面或天氣突然 就失控的亂七八糟 像之前介紹過的 很多下雨的就非常難開 在X80身上是不會有這種情況的 因為都一樣難開 時間兩分零九點二六四 但是一樣還是沒有可以比對的數據 一樣還是沒有可以比對的數據 看這些彎 整個就轉超慢 還會不合理 那麼這樣 讓我們白蝦 可以去你的 一直在Audo 有些很方便 在下雨的啊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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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X80的定位尴尬 看起来应该是空力优秀 转弯能力好的车 可是没有 那是直线车吗? X80直线加速也没有特别亮眼 对比限时中超跑 许多四分之一英里 就是400公尺 都能够开到10秒范围 X80却只有11.1 而且还是在这个改门满的情况下 虽然说还不能确定是不是GTA的超跑比现实上还要弱 但身为一台概念车意外的没有特别厉害 又非常的贵 只能说X80是靠脸吃饭的 我就是因为外货而买的嘛 坚持使用了一段时间 还是没有办法在比赛上跑出亮眼的成绩 推荐有钱的人收藏 因为他真的长得很帅 我觉得比F80还帅一点 要是回火的那个声音可以再改一下就更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结束 下一台预计是PJR 如果你有想了解的车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千鸟 我们下次见 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赞分享 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另外也能够追踪FB粉丝团 以及加LINE的官方账号好友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